词曲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大家晚上好 我们为吧今天所修的功德 跟大家分享 撒图 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 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地合上双眼 请大家轻轻柔柔地闭上眼睛 眼睛尾盏上下眼皮轻轻地碰触 睫毛也轻轻地醒出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 那么轻松舒服 没有用力压眼睛或者眼皮 轻松地闭起来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双眼的存在都忘掉了 我们静坐的时候都没有用肉眼来看任何画面 完全都是用心体会的 然后今天我们来静坐之前 我们先来意念一下自己在过去所修的功德 无论是不是直接或者静坐的功德 我们可以先意念自己每一天修的功德 有的人每一天都要供养徒步 有的人有固定时间供养药物 或者有的人每一年都有供养功德意 有的人有的人在平常时间有持五戒 在佛日的时候也有持八戒 我们一年都要供养功德意 我们一念到自己清净的界 就感到法喜充满 有的人每一天都有送进静坐 每一天都有坐 都没有间断 我们一念到这些功德 感到法喜充满 如果哪一位 感觉好像没办法 一念到自己过去所修的功德 我们可以先一念到自己最法喜充满 我们可以先意念到自己最法喜的功德 如果是难得 可能曾经曾经出家过 短期之后 认真学习佛法 如果是女德的话 可能是当其他人的善知识 去宣请其他人来接触佛教 当他们的善知识 意念到这些功德 感到发喜充满 功德将会滋润我们的心 让心感到轻松 失败 然后 接着我们就舒舒服服的做 现在是大家放松的时间 是我们身心 休息的时间 所以说是佛福的做 现在 我们先不管桌子 好不好看 撞不撞眼 我们先以轻松 失败为主 静坐的核心 就是失败字 失败包含了 最少三个意识在里面 有轻松 有轻松 有简 简单单 还有慢慢来 的意识在里面 所以当我们静坐的核心 我们就先调伸 调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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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 招�っていう 当uten 是 这种 通胸 向 想 要 病房 向 刀 疯 행 andere 随 因 没有 反 而 是 从 的肌肉 从头顶 到脚底 扫描一遍 哪里 紧绷 哪里不舒服 我们现在 就调整调整 把它放轻松 从我们的头部 开始观察 额头放松 眉头 也跟着分轻松 没轻松 也分轻松 我们没有 就着没头 打住 失败 失败 得住 鼻子 嘴巴 压着 有的人 在无意中 低头静坐 然后也是在无意中 压紧压尺 当我们知道了 就调整一下 把它放轻松 也分轻松 也分轻松 手腕 手腕 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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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指头 手指头 都完全 放轻松 放轻松 胸部 胸部 腹部 背部 背部也是刚刚好的停止 就是没有太直 就是没有太直 也没有太松 太直的话 会让我们感到紧 缝 不舒服 看起来很庄严 但是 不要忘记 我们静坐的核心 是失败 但是如果我们调得太松 我们背不开 是驼背 这样也会让我们容易 失去觉知 容易 浑沉 所以我们调得刚刚好 也就是 感到轻松 失败 同时也可以维持 清醒的觉知 正念 这个就是 刚刚好的意思 然后我们来调整腰部 脚部 两只脚 大腿 小腿 直到我们 直到我们 直至 脚趾头 都完全 放轻松 全身都放轻松 全身 都感到 失败 失败 的 我们毫无用力 都没有 面前的感觉 轻松 失败 如果我们调整身体 调得切如 气氛的话 我们就会感觉 很像 我们正在穿着 柔软的衣服 一般 轻松 轻松 失败 然后我们 试着想一想 现在自己感觉 好像我们正在 坐在宇宙的中央那里 中央都没有任何人事物 在宇宙的中央这里 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 所以我们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 好开 我们可以 拥有 一切 放下 放下 所有 静定 佛塔 不论是什么负担 什么关爱 现在全部都放下来 不论是跟过去有关系的念头 全部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不论是未来的事情也还没有来 我们现在就在等下 把心灵静定下来 感觉好像自己正在享受来自宁静的快乐 身体放松 心中十败 然后我们就把心 回归到身体的中央点 大概在腹部的中央那里 把心 回归到身体的中央点 在自己心意的家 让心在这里 消息一下 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将把心一直宁静 定在这里 我们就维持 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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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败的感觉 让这个轻松 舒服的感觉 让这个轻松 谢谢大家 我可以把心底下 讲一下 我可以干什么 我们先说 video 到这个轻松 下自身 快乐 这 work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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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扩展 扩大 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阶停 再扩大 到全世界 整个宇宙 无数无量的宇宙 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 那个众生正在受苦 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的乐 那个众生正在快乐 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 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 如同胞一样 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 灾难 疫情 都早日消失 然后我们就为自己续愿 愿我们生生世世 生在佛化发生的阶停 有清净的身 口 意 众生行善 一点恶业都不要去照 只教善友 没有教任何损友 远离一切恶人 愿我们身体健康 能长 长寿 长寿 只会增长 早日征得 内在的法身 也愿我们 色神财 浅财 能理查圆满 方便使用功德布鲁米 温厚倪 我们就把今天 所使用的功德 功能 给每一准正等正觉佛陀 每一准 必知佛 每一准 阿罗汉 功能 给我们法神法门道师 有罗布主师 融合他们之有法神师父 但老奶奶 等恩师 我们也把今天 所使用的功德 回向 给我们历代祖先 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 也把功德回向 给我们曾经冒犯过的众生 我讨计划 sapaputthanupavena,sapathmanupavena,sapasangkhanupavena,sathasothi,pavantu te 请大家以醉发喜的心,呼行随喜功德,sathu 今天文毕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文毕想起文毕正在读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 文毕有看到一本书 这本书它的书名称很特别 就是说在世界上没有时间 很特别 文毕看这本书呢 这本书内容是写有关静坐经验 作者是谁呢? 是一位居士 就是平常做生意的 然后有时间就来寺院 或者安排时间上山打坐的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 还是过一般的生活 但是他的修行经验 非常非常好 然后文毕也曾经赞叹他 跟他随喜功德 那这本书呢 是他写给另外一个居士 十八戒女 也就是在我们法神词里面的 一位优伯仪 他们两个很熟悉 有些时候他们用通电话 有些时候是用写信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看看 他写的信 内容是什么 做者是这位 他的名字就是做 Pachari 世界上没有时间 亲爱的妹妹 就是他写成 他写给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 八戒女 他的名字就是做 Nut 今天是谁的 中了日子呢 你过得快乐吗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你应该知道 我从哪里得知 今天是你的生日 西方人经常说 小鸟告诉我 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相信 已经在生日的时候 修了很多功德 我随喜你的功德 通常来寺院的人 就会有这种习惯 就是说 到了自己的生日 不会到其他地方去 去庆祝 不会去喝酒 不会去跟朋友 参加什么party 没有 大部分的就是去寺院 修功德 Nut 这位八戒女 她做了很多事情 帮忙联络 很多事情 在寺院修了很多功德 但是时间 今天就很少可以跟 这位帕尘连络 联络 因为你的工作太多了 我跟你同电话一次 只能讲15分钟 只有两次可以 讲话半个小时 而且大部分都是 讲有关佛法的话题 你有一个想法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把我自己的静坐经验 写成信 寄给你当作生日礼物 我希望你会喜欢 而且也会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对我写的 哪个部分感兴趣 想跟着做 我当然很高兴 而且也要随喜功德 所以这个是 他把它做成这个生日礼物 他也把这份生日礼物 拿来跟他姐分享 跟我们分享 首先我先说我的日常生活 通常早上 六点起床 我一旦醒过来 就马上应验佛像 大家有没有这样做啊 起床之后 我就共请佛像 跟我在一起 也就是感觉 佛像隐身 在自己的体内 哦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方法 大家一旦醒过来了 就应验佛像就跟我们在一起了 因为 因为我得在早上七点 或七点半出门 没有那么多时间坐下来 做完早课 跟打坐 我就想该怎么做 才能够把这两件事情 都做圆满 时间有限 时间有限 如果是大家 该怎么办呢 于是我想到 就趁着在洗手间的时间 诵经 哦 怎么诵经啊 因为我曾经听法圣师傅跟老奶奶讲过 诵经是在哪里都可以诵的 当诵经的时候 心就宁静 在身体的中央点 哦 他就分开了 那要做自己的事情就做 就上洗手间就上 但是他就趁着那个时间呢 嘴巴 诵经 心 就宁静在身体的中央点 当诵经 送到赞扬佛宝时 我就意念佛现在身体的中央点 当送到赞扬法宝的时候呢 我就意念到水晶球 或者有时候 意念水晶 藏在佛县里 当送到赞扬圣宝时 我就意念法圣师傅 在水晶球里面 当送经到其他的部分 就意念自己也在里面 所以他不是嘴巴念一念而已 心就一直宁静在身体的中央点 有时看到自己进入到佛像的中央 到水晶球的中央 到法圣师傅的中央 一切都是慢慢进入的 哦 大家很特别吗 在洗手间呢 当我洗脸的时候 经常感觉正在洗佛像的脸 我很怕有恶业 会想自己是女生 怎么可以这样触碰佛像呢 而且不只是触碰 还帮佛像洗脸呢 那他就 哦 就想说 这样做对吗 醒到二夜 我马上就停止 那样的心 在这样的心念 然后转念头去想其他的事情 当我洗脸的时候 我还没有开始诵经 但是我感觉惋惜 因为我还是想看到佛像的 想看到佛像 但是当洗脸的时候 感觉这是应该的吗 所以呢他就 转换念头去想其他的事情了 但是自己还想看到呢 那怎么办呢 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呢 上洗手间的时候 那个趁那个时间 也可以来练习禅修的 他把这个问题一直藏在心里面 就是说 这样边洗脸 边看到佛像 而且感觉好像正在洗佛像的脸 这个是应该做吗 他想问法圣师傅 然后有一天 他就去问了 那师傅怎么回答 我们明天再继续听 今晚 祝福大节 祝大节 圣先愉快 生命光明 早日征得 内在的法神 祝福大节 晚安 明晚见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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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